75、聯合報、昌紅港人飯店損失六成房客住房率只剩兩成 2015年7月11日 宜蘭新聞 B.E.Y.林俊明宜蘭報導暑假旅遊旺貴 宜蘭縣朝溪溫泉旅宿業者定房率如八成 但昌紅颱風來襲,出現改期或取消潮 昨天實際住房率只剩兩成 飯店業者感嘆颱風快離開吧 國度客運隨機籠往返宜蘭線停駛 其餘路線正常行駛 業者拉長發車班距,乘車倆約六成 今天將恢復正常發車、幾米廣場 丟丟當廣場等之名景點遊客零星 近少數北部遊客欣停班停課 趁著颱風架到宜蘭出遊 從桃園來玩的林小姐說 原本計劃請假要來宜蘭玩 桃園市前晚宣布停班停課 賺到一天的 看到氣象預報認為颱風影響不大 我原定計劃出遊 所幸風雨不大 行程照舊 國度客運昨天正常行駛 受到颱風降低出遊意願影響 搭乘率不如平常 首都客運昨天拉長班距 宜蘭 羅東直突車15分鐘一班 朝溪直突30分鐘一班 搭乘率約八成 整體運量約平常的六分之一 今天會是風雨狀況調整班距 葛馬蘭客運不受影響 全線正常營運 搭乘率約六成 朝溪香湯圍溝公園抱腳池遊客不多 平常熱鬧的市區人潮冷清 不少遊客取消訂房或改期 和風飯店總經理蕭錫音表示 昨天訂房率約八成 雖然風雨不大 但遊客幾乎都退訂或改期 實際住房率只剩兩成 預計今天天氣好轉 遊客會回流 山泉大飯店副總余萬寧表示 綠客團行程固定 不受颱風變動 僅一成省下退訂 住房率維持七成